我們環山社區呼籲巡守隊 從九十年代成立至今 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了 而且他們要巡的範圍非常的大 所以他們人口也相當的多 他們分成五組 一組總共有五個人 每天固定來巡邏 重點是他們的範圍有多大呢 跟各位報告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下面這一條 世界南溪 另外一條大甲溪 再來一條就是那邊山的有聖溪 還有另外一條是後面那一座山的南湖溪 你看這個範圍 太大了吧 怪不得他們有那麼多人要固定來巡邏 環山部落終究是中橫宜蘭支線上 最大的泰雅族部落 傳統領域也相當廣 當然要承擔的責任也比較重 從太陽民俗文物館的石板屋保存 到櫻花鍋永歸十多年來的富裕 以及傳統領域的緊急救難 都需要族人的參與 這也難怪部落的老人家 早早就叫年輕人接棒了 畢竟年輕就是本節呢